那三个的话呢,它是一个group,为什么一定要是group,因为如果说你不是一个group的话,那它就不会是单选了,会变复选 也就是说你直接拖拉这个radio button的话,它每一个每一个都是独立的,那独立的话你选了,它变成就是怎么样,就跟chapbox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group里面呢,只有一个会被选取,一个group一个选取啦,那就不会冲突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上面你可以什么,点其中一个,你可以按右键去更改它的文字,更改它的ID,从这上面更改 再来的话呢,如果你要更改它,比如说我上面是水平的嘛,可是你会发现预设的是垂直的哦,那怎么办呢 直接在radio group上面按右键,右键之后的话,特别注意哦,如果你要更改方向的话呢,其实它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呢,就是这个,按右键哦,叫做orientation orientation呢,请你把它改成这个,一样是h开头的 oriental,水平的哦,你就把它这个地方选,按右键,有没有 orientation,改这个,oriental,ok 这样的话呢,它就变成水平的啊,不过因为哦,这个里面的原来的那个文字太长了 有没有,你这如果太长,比如说你这个R1,改一下,比如说R1,你会发现按右键R2 如果说呢,你这个字呢,太长,有没有,它会变成折到这个底下下一行去 所以如果你在上面的字呢,更改一下,有没有,就不会有这个错误的现象发生 特别注意哦,那再来的话,底下再增加一个就是显示结果啦,反正这个这一题跟刚刚类似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撰显,就再来就是来撰显那个 我们要的事件,那这个事件比较单纯,当我点了它,点了它,点了它,其实 点了其中一个呢,结果也是一样 我们要执行的方法的程式码都一样的话,那可以选择什么 我们刚刚的共用事件的方式,或者是共用方法也可以啦,你不一定要用共用事件,你可以用共用方法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,等一下来看一下,所以请各位先把这个地方先做出来 那多国语系的话,我想你们有时间再做,如果你已经做完,你可以做多国语系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